五月报税季节即将来到 但因为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 财政部除了放宽中锁税申报缴纳期限到六月三十号 也积极力推在家透过网路来报税 若民众真的要前往国税局申报中锁税 也要配合相关防疫政策 否则将不得进入国税局报税 最快是明天 明天会完成公告 柔性券老方是为优先 所以民众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会柔性券老 捐他能够戴上口罩 然后我们来提供其他提供服务 除了相关防疫作为 财政部也有多项减税新制上路 像是基本生活费由每人17.1万元 调高到17.5万元 以单身小自主来看 加上免税额及扣除额 年收40.8万元以下就能免税 年收81.6万元以下双薪夫妻免税 若再以一家四口的小家庭来算 今年报税可多扣1.6万 为了因应高龄化社会的长照需求 财政部也新增每人每年 可享12万长照扣除额 但设有排付条款 预计有29万户受贿 有名模条款支撑的薪资所得 特别扣除额新增核实减除 包括制装费 进修训练 职业工具三项支出 分别最多可减除薪资收入的3% 另外2019年结婚的同性伴侣 今年也可以一起报税 那109年才办理结婚登记的 那就不能采合并申报的方式 那也提醒结婚登记以后 第二年期就一定要合并申报 另外民众若因疫情导致短时间 无法负担 无力缴税 财政部也首次放宽 不限金额高低 可以申请延期缴税或分期缴税 若选择延期期限最长一年 若选择分期最长可分36期 一个月一期 合计期间共三年 原子新闻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